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一块呢 这个最主要呢 它是主宰什么 它主宰这个小朋友这个动力的机能和认知的控制 所以这个孩子他天生就如此的话 就变成他需要一些的帮助的 那怎么知道这个孩子是有过动的问题呢 那其中一些症状就是这个孩子呢 就是他很喜欢就是攀爬 就看到东西的时候呢 很喜欢跑来跑去啊 或许总是停不住的 即使你在他停 他就在一秒钟 他看你一下 然后就继续的 他就是不能够控制自己的一直呢 就是呢 在跑动啊 攀爬啊 而且你给他做的时候呢 他也做不住 你给他一做的时候呢 他就跟其他孩子有点不太远的 他一直会扭动他身体呢 也一直呢 就是不断的去会还会影响到其他小朋友的 而且他也跟着同伴呢 一些小朋友呢 自己呢 会有很多的一些摩擦 嗯 也看到这些孩子的很多时候呢 他也对那些的 也没有那种的危机意识 如果他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里面的话 他可能也不会感觉到危险的 那我也看过 就是一些小朋友真的好可爱 就是人的时候就叫不可动 那没有两分钟过后呢 没有一秒钟啊 两秒钟的时候呢 这个孩子就开始呢 就续动了 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呢 就是到处去跑来跑去 那因为一般的孩子都可以看到 每个孩子都坐得稳稳的时候呢 大家会不好意思会坐稳 那这种孩子呢 他就是控制不了 就是一直就是控制不了 会一边吵闹啊 会玩啊 就影响到他们学习了 那有发现到呢 这种孩子的话一定要很注意呢 他们的饮食 其中一点呢 这些孩子的话 我们在临床上有发现到的就是呢 特别有一些食物饮食呢 会对他们非常大的影响 如果能够从这些饮食当中 能够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的话 给他们加上解读的话 有非常好的疗效 那就我们的院长呢 东杰西博士呢 他本身就是有一个就是 这个深入细胞解读计划 那有发现到呢 就是我们在给这些孩子呢 就是调整他的饮食过后 再加上呢 就是让他们呢 能够就是在配合他们的这些 把一些不应该吃的东西不吃 那其中一点呢 就是呢 这个呢 甜 这个糖 这个糖分呢 如果增加给这些过冬的孩子的话 很明显的 你可以看到那孩子呢 就是呢 他情绪波动得非常厉害 而且呢 当天呢 就是非常吵闹的 那有发现到就是能够把这些的饮食上 也做出调整 还有一些呢 他不应该吃东西不给他吃 那有必要的时候呢 有一些孩子可能还要做出一些的 做针灸啊 更好的疗效 那在一段时间过后 也发现到呢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呢 这些孩子呢 真的是能够 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和转变 那也很明显的有一些孩子呢 原本是很过冬的 那在经过治疗过后呢 真的是可以恢复正常的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见了一个朋友的话 有见了一些小朋友的话呢 应该让他尽早呢 接受这个治疗的 好 谢谢